董事长 石老板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谢谢 买吃就夸了 非常好的 过去啊 好 你要是喜欢吃啊 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这石老板人不错 一会儿大家就会做饭 我借个电话 来 什么情况 今天 一切顺利啊 今天签了个大单 那些间里面让我整的 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姓孙的和蒙泰有什么反应啊 平静如水啊 看来上一次我们的反击啊 那是颇为有效的 还是不能调以轻心啊 这个时候 张副总倒还好对付 关键是那个孙副总 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压了 行 我明白 对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 都做了个预测 一会儿就发给大家 你抓紧看一下 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有什么遗漏的 你帮我补进去好不好 好 你那边是什么情况吧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 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那好啊 你也回去修整一下 别崩了太紧 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你就别操心我了 你管管你自己 你把你那边看好了 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 听见没 行了 你放心吧 有什么事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真好狼啊 手不由己 小明 先别跟叔叔玩了 快过来吃饭吧 不然饭凉了 行 谢谢 来 坐车坐车 给我的 谢谢 提醒你啊 在我边吃饭是放松的啊 别在办公室啊 对我来说 能在这儿 一边吃饭 一边搬饿 你也是最大的送送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 你不做生意了你 没事 今天生意做够了啊 我送你们回去 当代价 算 做善事 好 没免费撞牢里 叔叔做得好不好吃 糖果没喝 来 快 小明叔叔包的糖 好不好喝 好吃 好喝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 谢谢 谢谢 大嫂 这是你的吗 不是 特别帮你泡的 昆仑雪菊 安神 顺勤和 这么温柔体贴 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可以啊 什么时候 这么轻易就答应 没意思 好 谢谢啊 你怎么回去啊 打个车吧 走了 拜拜 拜拜 小老板 好 男朋友不错 不是男朋友 关系不错 他对你挺上心的 你把握住了 你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 太累了 他搅拥了 来 我看下资料 还准备了 快拍摄 你 你 了 你 hões 味道不错啊 我下药了 你 明雨 你干什么呢 一直不接电话了 你快点来公司 怎么了 姓孙的联合蒙太张副总 要启动审计 疯了吧他 老毛知道这事吗 知道 孙副总通知老毛 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 对仲晨的全面审计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你别慌 你就让老毛和其他人 咱们商量和对策了 公司人多也在 出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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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硬招的 他没想到会弄得审计上来 是有多迫不及待mal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 张副总跟蒙泰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 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 对仲成的未来不管不顾了 图什么呀他们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 老毛 你是专家 你跟大家说说 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结果 会对仲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情况确实比较复杂 这里面 老毛 你不方便我来说吧 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 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 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 复杂账务关系 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 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 经济往来账目 没错吧 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 小则停产整顿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大则那就不好说了 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 也是存在的 仲成就这么完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家老小都只靠仲成 说这个 对啊 说完就完了呀 老毛有什么办法 可以阻止这一次的审计吗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 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 而且他们这次 审计的决策 是董事会决定的 高层决定的 我们在座的 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老毛 你可以以财务总经的身份 向孙副总提出来 要查就查个透彻 把各家分公司的账 全查一遍 先从我江南查起 咱们仲成每一家分公司 实力雄厚 资产复杂 趁要审进起来 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 我估摸着 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 盟总那边也会有结果 事情到那个时候 或许会有转型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 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你是财务总监 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我这个财务总监 在孙副总面前 根本说不上话 电话我真打过 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 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 说集团高层的决定 任何人无权更改 老孟 你可是老江湖 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我是没辙了 我看我们大家伙啊 做好思想准备 做好最坏打算吧 明总 你是盟总最信任的人 你要想有办法 是呀 纵臣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看样子 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明总 您可在冷静啊 千万不能冲动 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 审计嘛 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 没准在这中间 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 那万一盟总好了呢 老孟 这到什么时候了 我不可能寄希望与奇迹 指望盟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也是啊 放心吧各位 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 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 仲城的安危 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万一前来盟总还在 仲城完了怎么办 明总 相信我吧 放手一搏总比座椅待毙抢 先到这儿吧 都回去吧 走吧走吧 走吧 高经理 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您放心 吴女士 购房人的资质呢 我们都审核过了 而且呢她比较着急 刚看完房就交了一项金 她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 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 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 那是搭上顺风车了 好 菲菲 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 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 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没事爸 您满意就好 满意满意满意 李先生 李先生请进 来 客气坐 客气坐 好 这位是买主 您好 您是房主啊 我 我不是 我爸爸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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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 也都这么地诚心 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房子呢有任何问题 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等问 吴女士和苏先生 爸 您来看看这合同 你看就行了 这么多钱啊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 地段也不错 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 所以我没问题 好 吴女士 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议一下 好 好 一百一百 好 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呢 也没什么问题 来 这是我的资料 那你去医院吧 好的 请稍等 小念 来一下 来 可这个拿去书印一下 好的 既然是这样呢 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 也算基本完成了 好 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 好 签字吧 爸 这算你得签 好 之后呢 你们可以在这个 贝壳找房上 随时查看交易的进口 好 对 好 你 你好 请问长岔位 重诚的蒙总 情况怎么样了 蒙总已经转院了 转院了 找哪儿去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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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病房在哪儿 在四楼 谢谢啊 您好 请问一下仲城集团的蒙总 住在哪个房间 请问全名叫什么 蒙志愿 好的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在四三三房间 前面右管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对不起 这边不能进 我是蒙总的下手 过来看看你 这边不能探视 为什么不能探视 对不起 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进来 主任 您找我 主理啊 咱们公司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 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 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 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么大的项目 如果你干好了 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 你一定要珍惜啊 可是我 我行吗 我相信你 我也会支持你 你冲在前面 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 不用担心 谢谢 谢谢主任 我有个重要的更换要答 其他事情都给我挡吧 我给有亲和老包找了 好 知道了 我能带上去 好 刘律师 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看过了 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阻止和拖延 这次审计啊 难 非常难 什么理由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 不过 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 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 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 对你有所帮助 你最好看看 好 谢谢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 我们公司 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 审计对象 就是我们是最具影响力的 民营明星企业 仲城集团 下面啊 我宣布一个决定 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同意 由朱莉负责 这次对仲城集团的审计工作 并起草 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 好 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 担此重任 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 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 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 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 我相信啊 在座的年轻人 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朱莉 明天晚上你争取把部队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好的 一会儿散会后啊 办公室会把仲城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 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不辛苦 应该的 你回来了 大嫂 还没睡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 在外面跑了一天 我刚把小明红睡着 你也是够辛苦 这事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现在你们苏家呀 也就你能够体谅我 不过 事情比我想象得要顺利 今天老扎已经卖了 是吗 感巧了 今天正好有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 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 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 而且都没怎么还价 三下午初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那太好了 新房子呢 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 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 天 一天之内已经办成了两件大事 才能干 能干什么呀 我真的是干巧了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 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 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 我还带着孩子 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 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我到时候送送你呗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 但是老宅今天卖了 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 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搬房子 一个人搬呀 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不用 你大哥已经给明晨打电话了 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那也好 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 就是搬出来的东西 没有地方放 我想想 放我车库里吧 我那地方挺宽敞 可以吗 可以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爸妈东西也不多 没什么不方便 太好了 谢谢你 茗玉 那我就给明晨打电话 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行 说实话 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晨 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 他联系明晨的时候 明晨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啃老他就乐意了 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 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 反正这事办不好 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那可不成 苏明晨要是清不好房子 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要是被中介给扔了 那你哥得跟我疯 你哥反复跟我强调 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 哪怕是一张照片 一本书 那对于他来说 都是有纪念意义的 绝对不能扔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 明晨清完房子以后再走 我比较踏实 也行 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 来 早点休息 我还得加班呢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 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习惯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 压力挺大的 不要压力 冰果消消消消一下吧 还我一样 别闹 这什么闹啊 这 大早 明晨 周末给爸搬家 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 你把搬出来的东西 有空的时候 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我看一下啊 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对对对 我跟明晨说好了 把清出来的东西 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明晨 这是明晨家吗 好 好 谢谢你啊 拜拜 拜拜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怎么办啊 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 就这么审了 竹林啊 你不用太紧张 再大的公司 再大的审计项目 它的财务制度啊 和审计范围 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 一会儿你的发言啊 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 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主任放心 保健完成任务 好 早啊 各位 老毛 怎么着 老毛 老毛 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 你有办法啊 有什么办法 你现在大声让我哭啊 好 大家请 他们来了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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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请进 请进 那老太太是谁啊 蒙总他妈 看来孙副总是把蒙家人 全拿下了吗 老毛 老毛 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至于吗 不至于吗 看见了吗 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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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丽女士 辛苦了 你好 您好 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那行 咱们进去吧 好 走吧 好 走吧 我先去 我要上洗手间 好 刘律师 您说话方便吧 我有事想咨询你一下 好 我明白了 谢谢啊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 集团董事会 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 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 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 并邀请我市的正程审计事务所 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 下面就请正程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 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那好 那就由我们正程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 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 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部署报告 朱莉 宣读吧 朱莉 宣读点 大家好 我叫朱莉 代表正程审计事务所 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请等一下 茗玉 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 你这什么意思 孙副总 正是因为我知道 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 有一个紧急情况 我必须向您汇报 以避免这次会议的无效性 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 也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胡闹吗 我提醒你啊 你可不要胡闹啊 你要是再胡闹 我让保安把你请上去了 您允许我把话说完啊 要是我说完了 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 不用保安器 我自己会出去 你 这 是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 我本着对集团负责 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 郑重申请 请郑城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这位女士 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仲城集团江南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宋明运 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 也就是我的亲二嫂 我也想 grabs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闹店 杀娱我和珠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 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 meeting 舍标是飘 personal 跟运旋 believe 借收我 到底是什么 一定会有点证 这次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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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要退出啊 什么事情啊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 我强烈要求 终止这一次的会议 请郑城审计事务所 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时名单 供我们审核 希望你们下一次 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 孙副总 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谢谢 谢谢 来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是 各位 实在对不起 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 你说什么 低级失误 你们是干什么呢 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 居然会发生 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 那么今后 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 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 这简直把重成的审计不当回事吗 我们不信任你们 你们审什么计啊 就是了 就是了 怎么做审计的呀 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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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代表 正程审计事务所 向各位道歉 你不用道歉了 我来说两句吧 毛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添什么乱 你快回去坐下吧 孙总 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 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 如果说得不对 您可以纠正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毛 是重成集团的财务总监 也是一个干了三十几年财务工作的 算老财务吧 我认为身为一家 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 审计人员的安排上 出现如此大的漏洞 这说明了什么 不言而喻了吗 作为重成的财务总监 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 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 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 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 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 孙总 张总 我本人认为啊 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 人员众多 机构庞杂 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 即便要审计 也不应该在本市内 找审计事务所 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 有什么瓜葛 真要审计的话 那好 咱们就跳出本市 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 审计事务所 来做这件事 每年的审计工作 都是我负责的 如果需要 我可以替你们联络 还有啊 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 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 来不得半点马虎 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 我要求 介入的事务所 事前的准备工作 要做得细致而缜密 不能像今天这样 仓促上马 这件事是开玩笑 如果符合上诉几个条件 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 我认为 我的所作所为 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 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 也是为了集团负责 为蒙总负责 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 我的话说完了 我先走了 咱们做uate 把选择有些资论 有些资论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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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好的 好 好 Executive 太刺激了 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秦 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 敏玉啊 牛 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 杀了他们个片家不留 这 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你二嫂 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 这要她真失业了 这锅不得你背啊 要不这样 实在不行咱哥们把她收了 到我江北公司 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是 滚 我就这么一说啊 这事我来处理 没事 你放心吧 老邦 要不一定 我告诉你 就你今天造成的这个地级错误 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 而是毁了郑城的名声 你知道吗 对不起 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行 我等着 看你怎么弥补 主 主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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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海烤的辣呀 辣必须啊 老毛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太带劲了 你知道吗 扎着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谢谢啊 是吧 关键是明总链链得好 你们大伙儿透热脑透的好 我是趁火大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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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老毛 谢谢 公司对不起你吗 公司对不起你吗 我对不起你吗 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 没有 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 是我自己不争气 你 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 那你就这么回馈我 这么回馈公司啊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你也是个老员工了 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 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 我真是看走眼了 还有意想提拔你 可你倒 明明知道自己的小骨子 在重城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 犯大忌呀 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 立马给我走人 主任你听我解释 虽然他是我小骨子 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你说什么 我们知道他在重城集团工作的 州立 他是你小骨子 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 行 行 你真是睁眼说小话 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 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 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了 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 行 你先停止 回家吧 我在哪儿 早上 来 原点 胡还 我现在尽量看下 处理发授 还是不一样的 灿世 苹 闭碎 鬼 片子 様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